那我問你什麼叫做關心 關心就是第一句話不要談工作 所以你看我們又不是工作導向的民族 西方人是工作導向 中國人反正你一談工作他就不高興 他就不開心 你看關心跟開心是相對的 你一關心他他就開心 你不關心他他就不開心了 只要中國人不開心他就情緒化 他就無言的抵抗 老實講中國人罷工是小事 代工才是嚴重 我們多少成本都是被代工代垮的 而不是罷工 罷工只是罷好看的而已 關心他就是告訴他 我心中有你 所以我們的溝通幾乎上都在表達心意 我們的溝通跟西方要把事情講清楚是不一樣的 世界上最會領導的人是誰 是劉備 你看劉佳的人 這個對領導都很有研究 劉邦 劉備 都很厲害 你看劉備有什麼厲害的 劉備手下有個大將 大家都認識 叫趙子龍 趙子龍 趙子龍忠心耿耿 看到劉備一打敗仗啊 跑啊 跑到連阿斗都不見了 一個人跑到連兒子都不見了 可見很氣慘啊 趙子龍 就提起碼頭 然後 就跑到草原裡面去 到去救這個 阿斗 中國人很喜歡打小報告 馬上去告訴劉備說 老趙半變了 你看 一個人跑到草原去 我現在問你 如果你是劉備 有人向你報告說趙子龍叛變 你會怎麼感覺 如果你當時就說 最想要改死 怎麼樣怎麼樣 將來他回來 是把阿斗救回來 你怎麼當李德 所以劉備很高明啊 他說老趙不是這種人 你看老趙不是這種人 如果將來他真叛變了 大家也覺得他好 你看老廟叛變了 他都說老趙不是這種人 如果他不是叛變 那覺得這個人料是盧神 他更厲害 他說老趙不是這種人 你們不要這樣猜 這個就有一點誰的味道 有一點唐桑葬的味道在裡面 欸 果然趙子龍出生入死啊 把阿斗救回來 雙手恭恭敬敬捧給劉備 劉備做了一個動作 講了一種話 是天理下最懂得領導的表現 因為劉備手很長 看向人都告訴我們 手長過乞丐的人都有帝王像 等等休息以後 各位趕快去量一量 自己的手有多長 你手一放下去 哎呀超過乞丐 不要告訴別人 否則你會被殺 然後你就準備當皇帝好了 劉備把阿斗抱過來 順手一放 記得要放在榻榻米上面 不然會腦震盪 放不下去 對不會聽話的阿斗 講一句話 總統專門對不會聽話的人講話 而不講給會聽話的人聽 很厲害 為你這個小孩子 害我差一點 順則一元大將 好阿斗 800 以後你有爛 我老罩再救您 對不對 其他人一天說 以後阿斗有爛 我們一起要救 怎麼讓老罩一個人救呢 劉備一句話 獲得所有人的人心 没有花一毛钱 今天 如果刘备到美国 拿那个MBA回来 他满脑筋都是制度化 满脑筋都是 制度以外的 一切规定 因为制度还有很多规定 然后讲一些很硬性的工作导向的话 你试试看 他一定讲什么话 他一定讲 快拿小额金风三 救命比较要紧 救完再来奖励 快拿小额金风三 然后赵子龙就想 阿德 以后你有难 请小额金风三救你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你那几条件没有小额金风三 然后所有人都说 他们家的事情交给小额金风三 那家老赵一条命快没有了 开口就小额金风三 你看一句话 失掉所有的人形 中国人你跟他谈工作 他就感觉到 你把他当作工具使用 不是人 对不起 撑不是人的一直在誓り吗 那你不然就会怎么看 没有什么 我是不能用 就是不容易 你没人